我还没有跟你分享上帝的话语之前 我想跟你邀请我们的国险弟兄 为我们讲见证,他有见证要怎么分享 来,我们欢迎国险 请我们来,他有很多的见证要讲,他有很多的经历 经历要放递 我说非常甜蜜们,大家好 其实我是一个见证要跟大家分享的 大概是在一个月前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有一天啊,我见证这么多了,我来到新闻的网络担情 当时 有一位小女孩正在邀移过马路 因为当时有一辆网络 因为当时有一辆网络 停在网络担住网络的时间 当我来到我们那个 运生前面的时候 那个时间,他网络那个 他业过马路的那时候 四个 当时的记录真的是很高兴 我当时的反应就是马上上车 我不懂 有没有穿上车 穿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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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一刹车的时候 那是刹马路的那时候 就跑上一旁了 跑上一旁的时候 我就马上跳车 跳开一摩动 然后我就 整个人就 跑到旁边 再看看他女孩 他女孩 蛮好在站在那边 就没有说什么 就觉得 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我就看 他这么久过来 他都讲一声说 所以 他真的很靠近我 竟然没有穿上车 我走过去 我倒露起来的时候 我看见看他 我都 我真的摸到 真的是蛮好危险 一点上的就没有 我觉得 整个事情发生的 真的是太行 毕竟 毕竟来我 我 很多次阶段的事情 都发生了 有 一部分都是 都是巧的 当发生了这件事情 之后 我就 我就开始了 对上帝 有了那个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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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所以 这个是要去 去 去真摄 去了解 联手 联手 好 第一 我就去看他 好 我也是一个很内向人 他上台是一个很大的 鼓起的大勇气 所以 感谢主啊 他 他跟我讲 有一个晚上 他来找牧师 我找你 我要跟你讲话 我说什么事情 什么 他就跟我讲 他 过去来 这几个月来 这一两个月来 神经特别的感动 改变他 怎么样的 改变他的生命 以前他不能做的事情 那些捆绑的事情 他完全都能够 释放 完全都能够 他丢弃他以前 就是一直 一直被捆绑 这个力量 不是 他去 以前他用力量 尽量去改的 今天他不是用 不需要这份力量去改的 所以完全上帝把他 释放了出来 他说 我决定说 这样 讲个很人才的 我说 既然这样 他不信你了 然后我讲说 牧师 为什么你 我心里面要讲的话 给你讲去讲 你看 我说是圣灵感动的一样 你决定要洗礼 不是我 我逼你的 是上帝在里面做工 是时候要洗礼 没有 带手 拍手 你放掉吧 来 苏珍 你有见证要讲吗 你可以 好来 今天很多见证要讲 好来 就是星期四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免费 那天就刚好 我生病 发烧 发烧 然后 我在工作的时候 还ok 没有什么 很烧 然后回到家 我去休息的时候 很糟糕 我跑不起来 七天多的时候 我跑不起来 然后 我就跟微博家说 不然你去代替我一下好了 然后 就牧师有打电话给我 然后 牧师就 牧师就问回去 有看医生吗 我说没有 然后牧师就为我祷告 在电话中 就为我祷告而已 然后 各一天 星期五 通上学的时候 真是很感谢主 烧全不退啊 我第一次发烧 没有看医生 就 只是完全靠祷告而已 上帝真的是 很奇妙 他说 耶稣是一个真优化的神 当我们愿意毁生 头生在依靠祷告中 你会看到很多的神 激情是发生的 阿们 而且我们这个季节 是在讲祷告 独立 你去经历上 你也用祷告 一切不敢 不敢试了到 试着去祷告 你那种的 那个需要 那个需求 你不敢祷告的 是时候 你把它放在祷告里面 你会看到火消 你会看到沉浸 你会看到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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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时间差不多了 呃 我 前天 我看到一个报纸 不知道你们有看到的报纸吗 呃 如果要看人家 我发现你看 就是有一个妈妈 她嫌她的女儿 长得很像苦过年 就报道了 把她拍了 然后放在我的手机里面 她长得很苦过年 然后去问安东 安东就跟她讲说 你的女儿啊 是前世 你跟她有冤仇 她竟是来跟你讨债 之后 这妈妈为了这样的缘故 就虐待她的女儿 用水啊 水枪啊 射她的肛门啊 一些变态的行为啊 导致这个女儿 王永儿 两岁的女儿死掉 现在被捉 我觉得是很悲哀一件事情 她不当的是一种 就是一个悲剧 我要跟你分享 是一个悲剧来的 呃 如果她信耶稣 她应该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她不能信耶稣 她相信什么 什么烟有头灾有主 她竟然把自己 亲生的女儿给杀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这些新闻啊 这些社会的新闻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题材 来去跟人家讲神秘的问题 去跟人家分享耶稣 所以要鼓励你 有时候 你说 如果是我都不知道 怎样去跟人家讲耶稣啊 分享耶稣 这些东西 都是很好的题材 她说 你看 人家 她找不到源头 如果她来我转一转 就很好了 她命运就很改变了 是吗 不用辛苦啊 又不用我 肯定不会跟人家讲前生后世啊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 你一定要 这个是一个祝福 她 不用搞这样的悲剧啊 所以圣经也会鼓励你 你有时候 拿这些新闻去跟人家分享啊 是一个见证 OK 时间不多 我们回来我们的主题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我有任意祷告 系列三 系列三 如何到神的面前 如何到神的面前啊 还没有开始跟你讲个笑话啊 从前有一个人啊 去教堂去参会 然后他这个神父说 神父 我有罪 然后神父就对他说 孩子 每个人都有罪 你犯了什么错 那个人就跟神父说 神父 我偷了别人的一条牛 一只一只牛啊 我该怎么办 神父 不如我把这个牛送给你好不好 神父说 我不要 你应该把那头牛 还给那个户主 那个牛主才对嘛 司主才对嘛 然后那个人说 但是那个人说不要 然后神父就说 如果他不要 你自己就收下吧 结果 当天晚上神父回到家里的时候 发现他自己的牛不尖叫 因为神父自己讲他不要嘛 OK 那我讲完 我们回来这里 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 回 回顾 之前两个系列 我们讲的那个 这个系列 上期我记得我讲到 亚当是第一个祷告的人 他为什么要祷告 因为他祷告是要运用全病 去管理 不要忘记了 上帝创造我们人类 以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 来造我们 为了要我们去管理全地 他给我们全病 来 来 来自行 对地上的管理 然后他靠着祷告 来运用这个全病 然后 我们也知道 亚当本来就是世界的神 上帝给他全病 给他人类 神之诗篇曾经说过 你们是众神 圣灵指我们人类是众神 英文叫little God 我们是神 我们是世界的神 管理世界的 可是 人类犯罪 跌倒了 失败了 把这个权力卖给了撒旦 难怪圣经讲 撒旦就是世界的神 他成为了世界的神 就带来很多的罪恶 败坏 咒诅 疾病 贫穷 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今天 社会上很多的问题 不要以为说 哎呀 就是这么样 因为 我们把这个全病 卖给了撒旦后悲 因此 我们生命中有很多 这些捆绑 这些生命的问题不能解决 来挟制人类 捆绑着人类 上帝为了要拯救我们 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 预备了第二个亚当 那就是耶稣基督 把全病堕回来 又把全病 托付给我们这些 所信的人 每一次我们祷告 我们就是与上帝同工 因为人邀请神 自由干预地上的事 来对地上管理好 叫神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阿们 今天我们来看 如何到神的面前来 如何到神的面前来 我们来看看一些经文 大家讲到神面前的渴望 到神面前的渴望 到神面前阿 是教会界常常用的一些惯用词语来的 什么叫到神的面前来呢 指是指什么 指两样东西 一个是指敬拜 我们每次敬拜 就是到神面前 ok 第二是指祷告 可是阿 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教会阿 基督教有很多的字眼 那个词阿 已经逝去它本来原有 应该有的意思了 恐怕许多人阿 根本不懂这个词 真正意 什么叫到神的面前来 就像 就算我们很努力想懂阿 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 为什么 举个例子阿 我是教VB 我在教会有少年君 少年君他每次有穿 全 uniform的时候呢 每次祷告有些参加VB的 少年君他就明白 每次祷告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他的帽子摘下来 然后放在他的心头 心头上祷告 表示对上帝的忠敬 今天我们有看到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有任何的这些动作 所以VB有他的好 就是比方来训练一般年轻人 额头 开始对神的敬畏 有人说 哎呀 我们不用这么麻烦 不用那么多意思 我们用心灵就好了 我告诉你 我觉得外面没有做到的 里面的心阿 对神的敬畏心也没有 我常常在教会有时候很纳闷 当我们在唱歌来敬拜神的时候 那些歌手 我要归一下 归一下 我没有看到人家在归一下 哎呀我心里面归阿 有心里面归就对了 我们外表的没有做 你别想 你心里面有做 这很外在的 我知道 我不是归品阿 但是我要给你们去参考 这是参考的 如果在家里有常常跪下祷告的人 你来到教会 你很自然的听到这样的歌 你会自然的跪下祷告 可见牧师在家 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归下祷告的 你明白意思吗 这是一个表 表现的 然后那些歌啊 我让我们举手来拍 举手来敬拜 我转过头的时候 我看那边的那些人 还在那边 是吗 所以这是一个挑战 我对你们的挑战 我代表神挑战你们 你们要怎么样心灵诚实的敬拜 当所举手 你们不举手 神上 耶稣在那边 他没唱几首 那首好像很重这样 还有拍掌啊 跳舞 那些歌 我们上个礼拜唱 他唱唱歌 跳跳舞 我们的 我转过去的时候 全部都是站在那边 好像 一颗树木 永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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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 of Ages Glass for me 这是一种 我们对神的一种敬畏 我们到神一起来 我们没有抱那种期待 没有抱那种很想来亲近他 来到神面前的渴望 跟再一个挑战 我们聚会 十一点 我鼓励你 如果你能够的话 服侍别的选择 如果你是被服侍的 我要求你十点半听到 因为你要准备 你要练习 你一定要十点半到 然后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服侍也好 我鼓励你神面前 能够找一点到 你不用说 找到十点半这样 你只能找 十点四十五分也好 那是对你是一种 心灵的准备 有时候你赶车啊 塞车啊 你的孩子的心情很 没有安定下来 你马上去敬拜 你不能进入那个自身所 不能马上来的 你心没有安定 所以那个找十五分钟 我鼓励你找十五分钟 安静下来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万王子 王万之之主呢 我们不要让耶稣来等我们来敬拜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先等主来等 等时间到我们一起来敬拜 好不好 我鼓励你 我们来改变我们一些形式 但我们改变的时候 整个属灵的气氛不一样了 我相信这个教会已经不一样了 在我们过去的祷告 一起来祷告啊 讲到祷告的时候 我们属灵气氛开始不一样 我们要更好 当你这里的同在 生的同在属灵气氛不一样 你会吸引人家 来我们的教会 的敬拜神灵 ok 那 我不知道能不能 我也在上次 我有很多的方法 使到我兄弟里面 你们跟爱神跟属灵 我定 每个礼拜二 我都跟苏贞 尾伦 三个 每个礼拜二 我们在这里祷告 祷告了 我们就去附近的派当仗 就拍那些担长 就是告诉人家 这里有教会 还有这个 如果你 你刚好能够 八点 能够 来这里的 不是能够 不能够的问题 有时候是那种 你愿不愿意的行 好像西蒙娃 这里有祷告会吗 我们一直 其实我们都有祷告会 只有三个人 我鼓励更多人 能够参加这个祷告会 有祷告的教会 就有力量 你希望这教会 这教会复兴 不是牧师的责任 是大家都一起同心 一起付出的一个责任来 所以我鼓励你 如果你能够来得及 八点我们在这里 集合祷告 祷告了 我们就回去 如果你要跟牧师 一起去派当仗 你更好啦 更多人分 更多地方嘛 我们拍一下 我们就走了 如果你不要 你可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 鼓励你参加 OK 又回来 我们说 拍 有时候我真的替上帝一些 打跑不平 你看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 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 很自然的 他们过了一间庙 一间神庙 他们这样摸着也好 你拿一只手这样 来摆一下 有车的也是在车里面摆 可是我们见到耶稣之后 他们知道 他们相信 他们对神的 他们对自己的神 相信这个神 住在那个庙里面 要不他们来拜这麽 他们的信心 比我们的基督还要大 每次过庙 他们就拿手起来 双手合十的去拜那个神 因为他们相信 神的同在这个庙里面 可是我们见到耶稣之后 我们对神的态度 没有双手合十的那种态度 来对我们的耶稣 我们想想看 我们是应该 是时候啊 我们基督徒啊 很悲哀的时候 我们都相信耶稣 就在教会里面 你每个礼拜来 来教教帽 所以当你能够看见 你每个礼拜来教会 你是来朝见耶稣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那种 心思意念那种想法 今天要不要来啊 今天有什么东西先做 做了才来 有空再来那种心态 你会把神放第一点 今天是主治 我推开所有的业会 先拜耶稣 先朝拜祂 然后才做其他东西 当你把 priority 你的次序排好之后 你的生命当中就开始蒙福了 你要蒙福吗 一定要有管道 你会把神放第一的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蒙福了 OK 我们就算下去 很多人对我说 我们活在恩典底下 恩典非了律法 但是我们对恩典这个意思啊 误解了 以致我们对圣福神的事情啊 很寥寥草草 随随便便 我们犯的罪 我们来聚会的时候 我们就很赶快的求社民主 原谅我 我的罪 然后请拜神 很草草的 耶稣舍命救我们 我们却把祂的保护 当作是暂时过关 暂时弃漏的东西 好让自己人一再而再 再而三的犯罪 有一些人不信耶稣是因为 不信耶稣 为什么我问牧师们啊 为什么不信耶稣 信基督教好像不实在的 好像那些人啊 犯罪可以再跟耶稣求 认罪了 认罪了 然后可以继续犯罪 这样的 这样一直这样一直的 对啊 但是上帝从来没有 希望基督徒是这样 是一些基督徒的心态是这样 导致一些人不服 来信任罪 基督徒好像不是很实在的东西 好像骗人的东西 就是安无心灵的东西啊 认错啊 有罪了就认罪了 认罪了就继续犯罪这样 其实不是这样 基督教不是这么一回事 OK 好让自己再一再犯罪 所以很可悲 我们不是真的爱耶稣啊 我们在利用祂 我们利用祂的保血啊 然后还不知道为什么 神不答应我们的祷告 为什么你祷告不吹大 不吹听 有原因的 找出来 因为我们 不是因为真的爱祂 我们在利用祂 而利用祂的保血 所以恩典之所以超乎律法 是因为 唯有你在基督里面 才有你受到恩典 如果你不接纳耶稣 你不把耶稣当着祂 你是心目中 你的所有生命一切的目标和中心的话 你蒙受不到恩典 你还是活在律法 当你活在律法 你是被诅咒 你被神 被顶着 我今天牧师 不是因为我成为牧师 而不用去认罪为感 错 我是因为我很懂 如何领受神的恩典 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 我只是有个名称叫牧师而已 我活的日子 我吃的饭还是买饭的 还是会吃喝拉伐睡觉的 我不是不用睡觉的人 我还是凡人正常的人 我不一样 是我总的从神那边领受神的恩典 然后为什么你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呢 因为我做主耶稣 我的目标是追求寻求主 如果律法是不用跟从 耶稣说一句话我们来看 耶稣说什么 耶稣把所有的律法 旧约的所有律法 总和讲一句话 你不用再跟十戒了 你不用再跟十戒了很多的律法 可是你必须总归一句话叫做 大家讲 你要尽心尽心尽义爱主你的上帝 阿们 耶稣说你所有律法 这是所有律法的总纲 只要你尽性尽义 尽性尽义的爱主你的神 你就是完全了所有律法 原来基督教 原来整个信仰 神其实要告诉教会一件事情 别因为要对我有所要求才顺服我 要因为爱我才顺服你 他又说如果你若爱我 就遵守我的命令 大家如果你 一一二三 你若爱我 就遵守我的命令 这是上帝讲过来 不是我的话来的 原来基督教不是活在一个律法里面 你犯罪不犯罪 而是一个爱神的一个信仰 如果整个信仰里面缺少了这一份爱神 你的信仰就变得很空洞 意思是说如果你爱我 就不需要我用责备和管教来这样做事了 他要的是一个关系 大家讲 关系 不是一个宗教 来一二三 他要的是一种关系 不是一种宗教 所以兄弟姐妹 牧师从来没有带领进入一个宗教 而是一个信仰 这信仰很重要 这信仰是讲明一切 所有你跟耶稣的关系 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 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关系 他是一种关系 不是一种宗教 看到没有 原来到神面前来 亲近神 不是我们平常想的那么简单 如果没有恰当的敬畏神 我们就无法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要谈到群求神 来到神面前 我们必须谈有一个字 一个字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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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节 他这样讲大家 一二三 你们要追求其中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圣经讲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圣洁 我们再读一个经文 来一二三 清醒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如果你能够的话 鼓励把这两个经文换起来 这是一个应学 耶稣讲这两个经文 不是说将来你回到天堂 才去见耶稣 这不是意思 这个两个经文是present then 来的是现在 现在 不是将来你回到天堂 才说耶稣我来了 I'm home coming home 我回来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今天他说 如果你追求圣洁 你就能够见到主 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 然后他说 清醒的人有福乐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这个见不是将来的看见 将来的遇见 是现在 也就是说 我以神建立一个爱的亲密关系 并且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清醒的人必得见神 这句话 是耶稣第一次公开讲道的时候讲的 如今我们称这段教导为登山宝信 或者福音霸宝 他们有首歌 霸宝 是这样的 但是我比较喜欢称这些霸夫啊 称作到基督徒该有的态度 基督徒该有的态度 耶稣说这句话 不是指我们死后 到天堂 与神相见 而是叫我们如何与神联合在一起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来看 到底这个清醒是什么意思 清醒在 在 New King James的版本 英王清醒本说 心里纯洁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心里纯洁的人 我们来看 我们继续来看 另一个 大家讲 翻转圣洁的定义 翻转圣洁的定义 什么是清醒呢 清醒的人有福 因为他能看到上帝 他能见神 清醒什么 清醒这里讲的就是圣洁 所以耶稣其实就是说 心里有圣洁的人有福 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然后圣洁是什么呢 什么是清醒 清醒就是圣洁 然后什么是圣洁呢 圣洁的言文 就是分别 set a part 然后安置 安置是安排 arrange 特别安排 OK 我们要读一段经文 一二三 我是耶稣你们的上帝 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Amen 我听说 我听过很多人讲道 很多牧师讲道 或者上台讲道的人讲说 圣洁就是不要犯罪 这样讲法 对圣洁是有错误的解释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清楚的人 我们每一天都在犯罪 包括牧师 我们信了耶稣还有犯罪 每一个人都在犯罪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圣洁了 上帝要我们做一件很不可能的事情 Inition impossible 根本就是一个很为难的事 但是圣洁不是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 圣洁是什么我们来看 这是错误的 圣洁就是不要犯罪是错误的解释 圣洁是什么我们来看 第一 第一他讲圣洁是一种态度 圣洁是一种态度 我们来读一段新闻好不好 一二三 你们要归我为圣 因为我耶稣是圣的 并叫你们一万民有分别 使你们做我的民 圣经讲说我们要成为圣洁 我想没有一个字 能够很恰当来形容我们拜的耶稣 我们所拜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 如果不用圣洁这两个字 没有办法来形容我们所拜的神 这世界上的神没有别的神 能向我们上帝如此圣洁 要成为圣洁的意思 就是这样自己安定好 定位好 然后朝着方向前进 跟自己说不达到目的 我绝不罢 绝不甘休 就是 我们一起念这个 我觉得很好 一二三 要成为圣洁的意思 就是要自己定位好 然后朝这个方向前进 跟自己说不达到目的 我绝不甘休 这就是圣洁的意思 圣洁就是你把你自己安定位 定位在一个地方 然后朝这个方向前进 专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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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着方向前进 这就是圣洁 因为圣洁就是一个态度 阿们 接下来 大奖 好 OK 圣洁跟分别 跟分别是分不开的 若要圣洁就必须认定神 不受那些不坚定 不相信神话语的人影响 大家跟我念这边 一二三 若要圣洁就必须认定神 不受那些不坚定 不相信神话语的人影响 这就是一种圣洁 圣洁 然后圣洁除了是一种态度 圣洁是一种真空 大家讲 圣洁是一种真空 圣洁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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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洁是一种真空 什么是真空 英文叫Vacuum 你有看过Vacuum Cleaner 但不是叫Vacuum Cleaner Vacuum就是 如果你明白什么叫Vacuum真空 是里面没有东西的 比如说 什么里面有真空的呢 热水器里面是真空的 它一定要割一个真空 才能够把那个热水保温 好几个小时 比如说哪有什么东西有真空的呢 温度计里面是真空的 它才能放水 热的时候它才能够上升 那个温度计才能上升 真空 真空 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 圣洁啊 不是一个什么神秘啊 模糊啊 诡异啊 迷离 模糊的东西来的 它是一个很实际 很真实的 我们来读一个经文 一二三 以色列啊 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是主义的主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所以你看现在开始明白了没有 当耶稣有引用这句话 你要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你的神耶和华 你的神的时候呢 就是讲前面有这一句的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照今天啊六千年了 他们仍然还是每一次的玉业节都一起全 全你的犹太人都喊这样的这样的口号 Hero Israel The Lord of God is one of God 他们一起喊的 他们宣告 我他是独一的神 在我们心里面没有其他的神 这个叫Vacuum 这叫真供 你心里面啊 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只是存着收藏的那唯一独一的 我们继续看下去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圣洁呢 圣洁就是义的意思 不是数字的义 而是指完全 是圣洁跟有成为义体的含义 而成为义体跟诚信 这个是同源 就是意思 就是你愿意把 什么是真供 真供里面一点灰尘也没有 真供是密不可透 一点细缝也没有 叫真供 真供是我们心里面的某一个部分 是谁也不能碰触的地方 这个真供部分是比任何人 任何事物极为重要 就连最亲爱的 你最亲的人 你最爱的人 也不能碰触这个真供 只为主耶稣而保留 这个部分是留给主的 当你这样的态度的时候 当你有这样的真供的时候 你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神 可悲的事情里面 今天很多基督徒 他的心装得太满 很多满他的心 他心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是真空的 那个部分是留给耶稣 那个真空的部分是 耶稣别人不能碰的地方 所以圣洁是一种态度 圣洁是一种真空 圣洁是一种专注 圣洁是一种专注 我特别放一只眼睛下去,就是一种专注的眼神,一种专注的眼睛在那边专注着 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大家讲 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 这个经文是讲到我们就业的雅各,他在一个破例痕的时候遇到上帝,遇到天使,然后就说是天使 天使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给你放弃,这叫做专注 圣洁是一种专注,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专心,渴望的寻求,寻见他,我们必须像雅各那样说出心里的话 你不给我看见,我就不容你去 所有的目光,所有的教点,单单注视在耶稣身上,这就是圣洁 有时候我们会花心,我们好像唱周华健的花瓶这样 我们会没有专注,离开那个focus,圣洁是一种的focus 我们常常out of focus,out of focus就好像牧师这样带眼睛,哎呀,跑边丢这样 专注,专注的眼神,专注 你寻求神的方式,这是你寻求神的方式吗? 如果你全心全意,并持良心群求神 如果你尽一切群求神,祂应许你,你必得看见,清醒的人有福了 你必得健康,为什么你祷告你有力量? 为什么祷告你听不老师的声音? 为什么祷告你不知道上帝的心意? 为什么你不能亲眼见神? 封闻由你亲眼看见,你不能呢? 为什么?因为你失去了专注 因为圣洁是一种专注 为什么你不能呢?因为你失去了那个真空 你的心里面没有一个真空 真空是包起来的,是包密不可透的 是给耶稣的那个部分 圣洁也是一种态度 你愿意对神的态度 最后,我再给你看一个经文 圣洁也是一种态度 哦,还有冲击案 来,大家来读这段经文 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 一二三 你们亲近上帝,上帝救济,亲近你们 有罪人啊,也要接近你们的手 心怀疑人啊,也要亲近你们的心 圣经讲,这句话也是一句来 如果你能够把我全力 你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 而上帝没有恶化不说 也没有说考虑啊,可能啊,过者啊 他说你亲近上帝,上帝必救 就必亲近你 没有说可能,没有说不一定 没有说过者 就必定亲近你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应许 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 然后这里讲很好 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洁净你 我们的心如果有两个想法 有的时候是神,有的是自己的方法 好像今天唱的歌很好 不要再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 要懂得眼光他,要懂得专注在神的面前 要懂得专注在神的面前 如果神不忠于自己的祸 所说的祸 那就是不圣洁 如果上帝说话不算数 不算祸 我们就不能依靠他 不过雅各说 如果我们自己就是心怀恶意 也就是说我们不诚信 我们不圣洁 神是圣洁的 如果我们祷告想得到答应 我们必须也是圣洁的 就是专注在神的面前 如果你有诚信 你所说 你所信 你所做的 和你所反应的 都是一只能 这是什么呢 圣洁什么 就是我的思想 和我嘴巴所讲的话 和我心里面所想的话 是一只能 是完全来依靠神的 而不是在外表唱歌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爱你的是心里面 心里面去想别的东西 其实圣洁不是不凡 圣洁不是不凡准 圣洁是一种开头 圣洁是一种真空 圣洁是一种准处 最后 圣洁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最后一点我们就结束 他讲圣洁是见神的路 圣洁是见神的路 唯有圣洁你才能够看见到神 他就是看见神的道路 我们继续来看一个经文 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如果你在祷告中 祷告里面坚定 也就是说 你相信他所应许的 一定能够做得到 如果你单纯的相信 轻心地去做 你就会看见神的路 你什么都可以祷告 但你必须圣洁才能够得到答应 我们看最后一个经文 也是很重要的经文 雅各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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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到第八节 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很重要 最终很重要 一二三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实于众人 也不顺责人的上帝 主就必事与他 只要凭着星星求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 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凡人 这样的人 不要抢从主那里得少 心怀恶意的人 在他这些所心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阿们 圣经讲 这经文啊 告诉我们一件事是 你单单气球是没有用的 你单单气球是不够的 你可以祷告一个小时 你仍然没有所获 一个人若心怀恶意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圣经讲 表示什么 他心怀两意的时候 他表示什么 他表示他没有圣洁 所以祷告祈求要加成圣洁 圣洁就是专注 圣洁就是真空 圣洁就是态度 圣洁就是要看见神 在你身上所做的 就是先献给你的路 他不圣洁因为他口里所说的 和他实际上所相信的 两者不能相复 神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如果你跟我求什么 你却怀疑我 到底能不能给你 你修想得到那些事情 我来讲一句啊 当你心怀两意是代表什么呢 心怀两意就是 耶稣在跟你讲 如果你跟我求什么 却怀疑我能不能给你 你修想我给你那些事情 我几个月前 我忘记拍起来 因为我觉得 我只有这样祷告也没有什么 我几个月前 我的镜下这里 生了一个小肉球 很小粒 长出小肉球出来 然后眼角也深 然后 我是一个蛮 怎样讲的 很赶的人 我用剪刀剪他 用刀剪他 也没有流血 但是还是身后 还是有在 不能 通胆都可以通胆 肉的 肉做的 我不是Robert Lider 我是真人 还是有痛的 但是他有在咯 现在我觉得 哎呀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不然他会变成 瘤吗 越来越大 然后我就祷告 按手祷告 我斥责这个身上的小肉球 我吩咐他离开 眼镜也是 我有忘记这件事情了 其实在三个星期 我才发现到 哎 我紧向这个瘤 这个小肉球不进去 再也找 我再用风大进去找也找不到 眼球也是 我没有 应该拍起来给你们看 你才明白 你才相信什么 之前是有的 现在没有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其实你 你倒过 我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我没有说 哎呀 不会不会啊 或者去看医生 有时候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 我不反对人家去看医生 如果你要看医生 你去好好地相信医生 医治你 放弃借着医生的手 用智慧医治你 也可以的 我接受的 那你就不用 不说不用祷告 不说你 用医生的路 求神给医生的智慧 那你不要求医生 你求大医生 也许会为你来医治 也可以的 那你就好好关注地 依靠上帝来医治你 这个没有了 我发现到 我开始相信 我自己有 专门为这些医生的离生 得到医治的 上一次 我也在SP 会打一铃姐妹 是这样的 一铃姐妹说我看 我眼角 我变成 那个小肉球 你会祷告 我封业市民掉下来 他哥先打瓏了 我的眼球掉下来了 不见去了 我觉得可以啊 很有趣啊 你们 看你们什么身上 什么都要掉下来 跟我讲 我哥妹祷告 感谢主 我不说 我感谢主 祷告 不要给你的秘诀 祷告就是一种 完全的依靠 相信 如果我们怀疑 我们遗忘 神就不能给 因为祂是圣洁的 祂必须忠心于自己的我 难怪 上帝命令我们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要完全 像你们天上的父完全一样 因为这不是一向不可能的任务 这是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 该达到的目标 圣洁不是为了上帝得到好处 圣洁是为我们好 因为我们可以得见上帝 可以到神的面前来 并且这乃是 祷告蒙垂听的一个要求 最后 大家到神的面前要圣洁 圣洁是一种正宫 圣洁是一种专注 圣洁是一种专注 圣洁是见神的路 我感觉到你们在赶世间的路 我其实不要解释一下 我是在做什么 正宗里面就把他走开 ok 好我们来敬拜神的敬畏神一下 我们来唱那首新歌 我去看 我来讲